温州苍南一个十字路口,东西向的信号灯已经转为黄灯,一辆电动车仍继续执行,打算由东向西穿过十字路口。 这时,南北向的车辆都已经起步,电动车在最后一个车道被轿车撞倒,车辆碎片散落一地。 所幸,电动车驾驶员正确佩戴了头盔,身体没有大碍。 因不遵守交通信号灯的违法行为,电动车驾驶员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。